来自中国的社群平台抖音 以短影音出名 吸引年轻族群在手机下载使用 不过美国多个州近日示警 在美国上架的抖音国际版TikTok 存在国安疑虑 南达科他州 南卡罗南纳州 马里兰州和德州都下令 禁止州政府机构在各项设备使用TikTok 德州州长艾波特7日在推特写道 我下令州政府所有部门禁止使用TikTok 因为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网络安全 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 德州将继续努力维护 所有德州人的安全和保障 华尔街日报报道 位于美国中西部的内部拉斯加州 早在2020年就已经实施抖音禁令 是第一个禁止州政府使用TikTok的美国州 并且预期抖音将面临在全美国范围被禁止使用 印第安那州检察长罗基塔 7日创下美国的各州先例 起诉TikTok 德国之声引述罗基塔的说法 解除中国公司字节跳动旗下的抖音平台 违反了该州的消费者保护法 向未成年人推送不当的色情酗酒吸毒等内容 此外在数据安全方面也做出了误导性的声明 印第安那州检察长办公室告诉纽约时报 TikTok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 新唐人亚太电视胡宗瀚张瑞珍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